欢迎点击此处订阅Net简报 我们将在每个工作日发送最新内容至您的邮箱 周四,24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指控参加纪念198.9年 天安门广场抗疫活动受害者的年度首页活动 这是这个半字之中国领土严厉打击意见人士的最新迹象 此前一周,北京和香港当局起用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来打击反对派 引发了政治紧张 六四天安门首页活动已经举办了几十年 但由于新冠病毒爆发,今年是第一次被禁止 这些指控与国安法实施前发生的事件有关 是在现任议员在内的十几位民主派候选人被禁止参加九月立法会选举的一周后提出的 四日,香港政府以疫情为由,将选举推迟一年 周四被起诉的24人中包括多次组织年度首页活动的李卓人 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以及曾做过记者的何桂兰 黄之锋与何桂兰也是被取消参加立法会选举资格的候选人之一 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 上个月,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的黄之锋 黄之锋最近被取消了参与立法会选举的资格 并在周四被指控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 Lam A.I.C.F. for the New York Times 63岁的李卓人曾担任议员 他所面临的另一个指控是举办一个未经批准集结 6月,他和其他几位组织领导者安排了烛光首页活动 他们被控煽动他人参加纪念活动 我感受到了压力 我身上全是罪名指控 李卓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即使是和平,非暴力的 他们仍想要扼杀和镇压和平集会 23岁的黄之锋现正面 林宇去年一场抗议有关的另一个审判 他也描述了自己在政府手中为官司疲于奔命的相似感受 想不到刚在昨天离开法庭 今天已要再应付另一宗案件 黄之锋写道 政权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让我们为着应付官司疲于奔命 从1990年开始举办的年度天安门首页活动 经常引来数以十万计的抗议者参与 组织者称在今年首页期间 他们将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则 虽然今年的六四抗议被禁 当晚仍有数千人聚集在全市各处 包括维多利亚公园 这里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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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加入主页活动 用